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扭飘飘一因隐天潮的真心告白而决心脱离五女生涯 隐天潮受到了极多白眼之后仍不放弃 终于得到了大明星捐绩的赏识 提携他单眼新戏中的男主角 但意外的是他的角色又突然被换掉 令他失望不已 在与命运挣扎的过程中 隐天潮把自己的一百块钱补偿给被黑社会敲诈的阿婆 还阴差阳错帮了在片场做剧物的卧里警员破案 以上这些行为都可以看出他的善良和果感 之后他继续活跃在街坊福利会的演员训练班里 并和柳飘飘一起演出 最后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梦想戏剧 雷雨 现实生活里 谈论梦想两个字不再那么容易 反而趋于尴尬 不是大家不再有梦想 而是大多数人不再相信梦想 以至于羞于谈论梦想 而喜剧之王就是告诉观众 拥有梦想和追逐梦想的意义是那种的重要 周星驰饰演的影天筹 对梦想追逐和坚持的表现 更多地体现在生活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狭窄出租屋里 静默地看着贴满各色演员的小墙壁 若有所思 可以看到他在片场像个皮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 更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满怀说不出的爱与苦闷 喜剧之王表达了周星驰 多年喜剧演员生涯的心路历程 其中我是一个演员 这样的标志性台词 更是周星驰内心对于自己表演道路的总结 喜剧之王展示了一种非常细密的导演风格 在这部影片里 甚至配角都十分出彩 街坊中不穿裤子的小孩 抱养娃娃的女孩 用英语唱乐剧的老人 和红颜的奶奶等等 喜剧之王里 饱尝世心酸却仍痴迷表演的临时演员 影天愁 周星驰通过描绘这样一个角色 为观众展示了他表演才能的另一面 原来笑里也是可以带泪的 他用喜剧之王向世界宣告 他并非只是一个搞笑明星 他也有着强烈的人文诉求 这部电影让周星驰寻觅到了 自己在哲学上的存在 他只有在作为一个演员时 才会有更大的作为 影片的情节跌宕起伏 电影的主题也很清晰 信念 执着 善良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想要获取更多Film Society UST的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Instagram 感谢大家的支持